今天为了来警书的示意部 男子驱魔不成反被恶魔逃脱 结果恶魔幻化成佳人的样子 继续向他复仇的电影变身 影片一开始 身负铁柱正来帮助一位受恶魔亲戚的女孩驱魔 只见女孩满身浓包 而且面目猙獰 恶魔还通过女孩向铁柱发起了挑衅 你是低贱的货色 根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 被逼的铁柱之后使出了终极秘诀 最终恶魔化成一团黑气 从女孩体内穿了出来 突然女孩母亲听到女儿的呼救声闯了进来 导致驱魔仪式被迫中断 两人正在拉扯之际 女孩已经冲破束缚 坐在窗台上 铁柱慌忙上前拉住女孩 可这对母女都已被邪气入侵 恶魔还警告铁柱会向他的家人报复 说着咬了铁柱一口 然后坠下楼惨死 要说着铁柱单身害一个 能算得上家人的 只有他哥哥大扯一家了 铁柱自从驱魔失败就聪明昭著 连来哥哥一家也不断遭受外界的压力 只能靠搬家来避免这一切 可是刚搬到新家的第一晚就发生了怪事 对面的邻居半夜也不知在搞什么东西 吵得一家人根本无法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窗前还被挂了一只死猫 直接把小女儿给吓晕了 大锤很生气 于是去找邻居理论 他们没说 他刚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尸体腐烂味 走进房间 更是让大锤瞳目结舌 房顶上挂满了倒立的十字架和死鸡死羊 这邻居八成是个变态吧 突然邻居悄无声息的出现 把大锤吓了一跳 大锤唯唯诺诺说自己的不满 可话说一半就被邻居的胸像给吓跑了 邻居依旧把房间搞得震天响 无奈大锤只好叫来了安保人员 可众人进去一看 房间里除了布匹和支布机的声音 哪有什么死猫死狗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可怪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天 中在睡觉的妹妹 被子突然被人拉开 拍到一看竟然是自己的老爸大锤 大锤直勾勾的盯着她的身体 把她都吓哭了 不仅如此 妈妈也变得很奇怪 疯狂的暴饮暴食 如同野兽一般 还突然大发脾气 把儿子给吼呼 而且妹妹也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仅偷看姐姐洗澡 还怂恿她把弟弟妹妹都杀了 可当姐姐去质问她时 妹妹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在房间里 姐姐心想 难道刚才是见着鬼了 这时妹妹又把老爸偷看她睡觉的事情 告诉了姐姐 正觉得不可思议之际 突然老爸推开房门 闯了进来 拿起美工刀 就想杀了这俩白眼狼 姐姐慌忙推开老爸 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也不知道老爸什么时候出来的 拦住了他们 她一把抓起大女儿 就丢到了楼下 妹妹慌忙到楼下 看姐姐怎么样了 然而老爸却又步步紧逼而来 妹妹又跑到厨房 躲了起来 眼看老爸拿着锤子 快要找到她 这时姐姐苏醒过来 叫着妹妹的名字 老爸又举着锤子 想要攻击大女儿 推着姐姐趴下 躲过一劫 这时妹妹及时出现 用平底锅 给了老爸一下子 我说妹子 你当你老爸是灰太郎吗 老爸举起锤子 又向妹妹砸去 妹妹也还算机灵 躲了过去 这时楼下传来了 爸爸叫他们的声音 于是眼前的老爸 就丢下锤子 走掉了 两姐妹看着爸爸上楼来 吓得连连后退 爸爸也是一脸懵逼 不知道发生了啥事 突然妈妈又捡起锤子 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抡起锤子 向爸爸砸去 关键时刻 爸爸挡在了小女儿面前 任由大锤像石头般 落在自己的身上 最后妈妈鬼笑着 走进了房间 这时另一个妈妈 又从楼上走了下来 关切问他们 发生了什么事 爸爸打开房门 发现刚才进屋的妈妈不见了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刚才袭击他们的 都是假爸爸 假妈妈 于是大锤子打电话 向自己的神父弟弟求救 其实铁柱也比较为难 上次驱魔失败的事情 历历在目 可是如果不去 哥哥一家有危在担心 最终铁柱决定还是试一试 刚来铁柱就发现了 对面邻居家的异样 打开门 这里如同地狱一般 地上是死去男主人的尸骨 老鼠正来啃食他的身体 原来此人和电影开头的 那对母女是一家人 她也受到了恶魔的诅咒和残害 铁柱一看这事比较棘手 于是打电话 邀请能力比自己高深的 老神父帮忙 毋庸置疑 恶魔肯定还隐藏在这个家里 至于会附身到谁的身上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可以给你们巨头 现债这个铁柱 是假的 她先把小侄女知道地下室 拿取木装备 然后又悄悄告诉大水 哎 她侄女可是被恶魔附身了 因为她悄悄在银用水里 放了圣水 但大侄女却并没有喝 至于真的铁柱 则跑到机场去 给老神父接机了 当她反映过来 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时 为时已晚 车辆被成群的乌鸦攻击 发生了侧翻事故 另一边妹妹刚到地下室 就受到了恶魔袭击 手无夫妻之力的她 还被关进锅炉里 焚烧了起来 而姐姐也被绑了起来 被迫接受假铁柱的驱魔仪式 结果可想而知 她被打得遍体鳞伤 尽管女儿苦苦辩解 爸爸始终认为 她被恶魔附身了 为此 两夫妻还争执了起来 大锤还一把把老婆 推在墙上装晕了 此时铁柱狂笑了起来 大锤才明白 眼前的铁柱是假的 可她哪里是恶魔的对手 只好大喊着 让小儿子快逃 就当恶魔举起瓷片 准备杀了大锤的时候 真正的铁柱出现了 她有幸从车祸中逃生 一阵取魔咒语念霸 恶魔化着黑烟逃走了 这时她才想起小儿子 来到地下室 小儿子痛哭不止 原来她发现锅炉里 被烧死的二姐 这时大女儿也来到了地下室 她质问父亲 为何那样狠心的对待自己 铁柱用照妖镜 揭穿了她的阴谋 恶魔露出了原形 但恶魔法力高强 三两下就把铁柱打倒在地 双手掐住铁柱的脖子 差点送她去见上帝 关键时刻 大锤找到朝地里的圣水 杀在了恶魔身上 恶魔就像被破了流栓一样 痛苦不堪 铁柱顺势在恶魔头上 画了十字架 为了避免家人再受伤害 铁柱让恶魔禁住了自己体内 凭着最后一丝理智 她拜托哥哥用十字架 穿透了自己的身体 最后把恶魔封印了起来 到此一家人已经被折磨得伤害累累 世界上有没有恶魔的存在 我不知道 但人类的自私 贪婪 嫉妒和愤怒 却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 变成恶魔 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内心的恶 不要任其疯涨膨胀 要做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讲到这里